今天想跟大家介紹第三課 失業的部分 失業方面有分部份和勞力力量 兩者的差別就是勞力力量是願意和有能力工作 那些就叫做勞力力量 而勞力力量可以分為失業和就業 願意和有能力工作但沒有工作就叫做失業 有工作就叫做就業 留意失業和各路neighbor force都是同樣沒有工作 但失業一定是願意和有能力工作才算是失業 另外一個就是就業不足 under employer population 就業不足也是就業 在就業人數就算了 不過這些就業不足就少於35個小時 一個星期就叫做就業不足 下面這條顏色都看到 就叫做勞力力量等於employed population 而不算入勞動人口 人口之中有些比較典型的例子 例如15歲以下不算落這個勞力量 就是退休 永久相殘 家庭主婦或全職學生 都是不算落這個勞力量 同學需要留意分析失業率的轉變 這裏就不是分析失業人數的轉變 是分析失業率的轉變 如果分析失業率的轉變 你要考慮失業人口 另外就是勞動人口 兩樣都要同策略 才是分析失業率 而這條失業率的公式 同學記得寫下 當你回答一些失業率有關的問題 而這條公式 分析一定比分母大 留意 Denormator一定大於Numerator 在你分析的時候 就會有用 其實很多同學都會忘記這件事 其實當你分析的時候 你一定要用到一個百分比轉變 去寫下去 但這條色 你就不要寫下去答案 要寫公式 就寫上一條 當你解釋的時候 你一定要提下 百分比轉變的設定人口 和百分比轉變的勞動人口 因為分析一定小於分母 每當有轉變的時候 這是必然的 就是 失業人數的轉變 一定大於勞動人口的轉變 這是必然的 如果多了失業人口 同時間又多了 如果加過 我意思這裏 加過相同數量的人數 分子的轉變 一定會大於分母轉變 如果是這樣的情況 如果兩者都增加的時候 失業率的增長率 其實一定是正數 如果正數就代表 失業人口 其實是上升了 還有一條式 就業不足的公式 就是Under Employment Population Over Labor Force 這個就可能 AMC有機會用到 實際文字寫的分析 就不會的 下面有些不同的情況 如果失業人口是升5% 勞動人口是升2% 如果你看這條公式 5%減2% 即是 失業率是增加了3% 增長率是3% 即是正數 失業人數就上升 反過來 分子跌4% 分母又跌2% 失業率會跌2% 失業率會跌 如果兩者都是加50% 即是上面的情況 如果加相同人數 分子的便幅一定大於分母 這樣的時候 增長率是正數 失業的增長率是正數 而失業率會增加了 如果分子和分母跌 分子的跌幅一定大於分母 所以 失業率的增長率一定是負數 而失業率會跌 當你同學回答這些問題的時候 需要留意就是 剛才看過 真是計算是unemployment的公職 寫進去 其實這裡 有一句比較需要留意 就是這一句 總體職業的數目沒有變 這個情況就是 有些內地很厲害的學生 來香港工作 畢業之後 來香港工作 而香港假設的職位沒有變 那麼失業率的情況會是怎樣呢 因為那個工作的職位沒有變 所以其實那個 失業率的 失業率的數目的變化 和勞動人口的數目的變化是一樣的 那麼現在多了unni 那麼工作沒有變 其實那個失業率 失業率 其實會上升的 因為那個 因為那個 就業職位沒有變 那麼那個 那個 labor force 的 labor force 多了 多了unni 而這一句的說話 代表 那個失業 人數 的升幅 就等於 勞動 人口 那個 的 升幅 那麼 為什麼是這樣 那麼如果 譬如有一個 100個內地學生 全部都沒有工作 那麼 失業人口 是不是多了100 而勞動人口 是不是又多了100 那麼 假設如果這100個生 全部都找工作 那麼誰會失業 因為那個工作數目沒有變 即是香港人會失業 那麼香港人會失業了100 而勞動力又多了內地人100 那麼最終的 最終的 失業人數 和勞動人口的 變幅 那個數目的變幅是一樣的 那麼 要寫的時候 那麼 分析一下 就是失業人口 升 勞動人口又升 那麼 這個等於 重要 就是兩者的 數目的變幅一樣 那麼 百分比選變 又要說一下 那麼 最後就說一下 失業率是升的 那麼 下面 第5 第2015年第5條 其實一樣 他說 假設職位 數目是沒有變 那麼 他說 近年來 很多香港人 就去澳門做事了 那麼 那個失業 勞動人口 一定會是跌了的 那麼 因為那個職業 另外就是 他 假設如果這些人 全部不失業的 過去澳門那些 沒有失業的 那麼他走了 就多了職位空缺 那麼會 會 令到某部分人 就會有事做 對不對 所以失業人口 都會跌的 那麼 Suppose the numbers of job position in Hong Kong is constant 這一句話代表什麼呢 其實就代表 失業人數的變化 和勞動人口的變化 是一樣的 那麼 怎麼看到 假設有100個人 香港的工人 吸引了去澳門 那麼如果全部失業的時候 那麼 一百個人失業 少了 因為改了澳門 那麼勞動人口 又少了一百 那麼 如果 他不是 如果有部分是職業的 對不對 假設他全部這些 都是employer的 那麼的時候 這一百 他有一百個人離開了 就多了一百個職位空缺 那麼 通常都會這樣 假設 假設就會 原有的香港人 就全部就 表現了 這走了的一百人的職位空缺 那麼 那個失業率 都是 跌一百 而勞動人口 跌一百 因為就走了一些 的 一個 香港居民 去澳門做事 那麼 跟我見到 那麼 那個markan scheme 其實就會有一個 unappointment rate的公式 那麼 那麼 Labor force 跌的 失業人數 跌的 唉 跌相同比例 剛才也有說到 所以呢 百分比的蝙蝠 分子一定是大於墳墓 分子 的百分比蝙蝠 是大於墳墓的百分比蝙蝠 所以 失業率真的下跌了 那麼 還有一條的 短題目 我們可以看看 那麼 政府就宣佈 失業率 就跌 但是 那個 失業人數 就增加 叫你解釋 那個 失業人數增加 同時間 為什麼失業率會跌呢 那麼 如果我們寫 一個百分比的公式 現在的情況呢 就是失業率跌 這是一個負數來的 而那個 失業的人數 是增加了 這是一個正數來的 那 唯獨試者的 勞動人口 他沒有說 那個勞動人口 那個數值 要怎樣才可以 令那個失業率 變成負數 那麼 其實他就是要增加的 增加 並且是怎樣 勞動人口 那個的升幅 是大於 那個 失業人數的 那個的升幅 這樣的結果 那個失業率 就會是 跌了 這樣的 那麼 這裡都有說的 寫回那個 失業率的公式 勞動力是增加了 並且就是 失業人口 失業人數的 增加幅度 就沒有 那個勞動人口 百分比增加幅度 那麼多 這樣的情況 那個失業率 其實就會跌的 那麼 就第四條 其實就會是 計算的 計算 的 那麼 通常呢 就是這些判斷 有些數字 可能不算 的 那麼 就 失業率的公式 是把 失業人口 除回 勞動力 成為100% 那麼 失業人口 很清楚的 26700 所以 判斷就是 勞動人口 怎麼計算 其實就是把 3243 3.0 加回 267 3.0 這樣 就會計算 Under Employment Rate 的答案 就會是 7.6 那麼 101 3.0 Under Employment Rate 是不需要你的 原因呢 就是 Under Employment Rate 其實已經是 employment Rate 所以 Under Employment Rate 的 是不需要你的 而 第五條 其實就是 又是 一些數學的解釋問題 那麼 就原先的 失業率呢 就1600 除回 就是 184 2.0 加回 1600 乘回 100% 那就發覺 原有的失業率 是8% 他說 有 額外 1,000人 進來 9成人 成功 找到工作 這裏 就有 10% 找不到工作 因為 一個 大一點的失業率 就 追加了一個 小一點的失業率 會 拉高了原有的失業率 所以 答案就增加 就是 好似一些 數學題目 就是 全班人的高度 是1.7 誰知道 走了一個 1.8 的人 就在一班 而一班 那個 的平均數 就會 拉升 這樣 這段片 其實就 講完那個失業了 其實就 沒有額外的 資料 其實就 需要講的 如果是失業的話